第22題,已知2H2加O2生成2H2O 若將30mol的氫分子和30mol的氧分子放入一個真空密閉容器中 將其燃燒產生水,則完全反應後 容器內的分子總數因爲多少mol 我們看到2H2加上O2會產生2H2O 也就是2mol的氫氣加1mol的氧氣會產生2mol的水 現在有30mol的氫氣跟30mol的氧氣 1mol的氧氣需要有2mol的氫氣 所以30mol的氧氣需要60mol的氫氣 現在氫氣只有30mol 所以這個表示它不會完全反應完 我們看到2mol的氫氣需要1mol的氧氣 所以30mol的氫氣需要15mol的氧氣 這表示氧氣是夠用的 2mol的氫氣會產生2mol的水 所以30mol的氫氣就會產生30mol的水 所以我們反應會產生30mol的水 而我們的30mol的氧氣用掉了15mol 還會剩下15mol 那麼他現在問我們是說容器內的總分子數為多少mol 我們有產生的水30mol 有剩下我們的氧氣15mol 所以總共有剩下45mol的分子 包括了水分子跟氧氣分子 第二十二提問我們說 則完全反應後容器內的分子總數因為多少mol 我們答案選的是C45mol 所以先算有剪亂的氧氣 有剪亂的氧氣